请问教导小孩读经与自己的修行应如何结合更好 教小朋友还是要以弟子归为主 弟子归在家里面 家里面的一家人男女老少一起修 那个效果就非常之大 如果单讲小孩大人不学 小孩他也会想 你教我你自己不学 这是假的骗我的不是真的 所以大人自己都做到了他相信 他就会很认真地学习 所以弟子归在古时候不是教小孩的 那文字不是教小孩 弟子归是身教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 我们这个中国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它的特色就是家庭 这是外国人没有的 我们跟他讲的太不同 外国没有这个 中国五千年了 所以外国人呢 他看中国的历史 你看中国每一个朝代 改朝换代的时候是动乱的 有战争的 但是时间都不长 这个帝王他得到政权之后了 所以开过的君王 平定了这个动乱 他拿到政权之后 至少有150年到200年天下太平 那个末代的皇帝 大概又不熟成规 这是造了许多物业 又引起别人革命 如果他是真正 这个守住老祖宗的教法 不会有政变的 因为中国人他受这个伦理教育 他都能够安于自己 不是实实在在太过分了 不会搞革命 不愿意作乱 这个作乱多痛苦啊 这是这个人的生命财产 牺牲多少 所以不愿意作乱 除非那个政府实在不像话 所以是外国人看到 中国这个几千年来 这个社会的安定 都感觉到奇怪 到底是什么原因 实实在在 理学研究的就是家庭教育 从小就从小孩的时候教 就教他做好人 一辈子做好人 这不是天下太平了 所以中国教育是实在讲起来 现在就化解了爱的教育 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 讲了很多次 但是我们在讲习当中 到底是不是正确实在 这时候 我们在讲习当中 到今天